跟大家收一下580的安装视频 我们收到机器以后 这是一个整机的主机在这里 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单独的一个配件箱 配件箱里面的话会有一个过滤器的主件 一根电源线 一根by8的气管 一套六角扳手 一块洗玻璃的平台 然后还有一些小配件 小配件里面包含我们的 那个LCD的定位片 然后贴ACF的硅胶条 还有这个是烙铁头 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了 收到货以后我们先检查一下配件 如果配件齐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安装 我们先来连接设备的电源 设备的电源线 我们现在用的是国标的插头 三插头 在机器的右侧边 是我们的电源线 电源接口 我们先把电源线插上 电源线插上以后 我们检查一下旁边的漏电保护器 正常状态下 我们的蓝色开关 是打到上面这个位置的 然后电源是220伏 连接220伏 如果需要110伏的 也可以定制 好 我们先把过滤器先安装上 在机器的左侧边 这里有两颗螺丝 是安装我们的过滤器组件的 先把它扭下来 把两颗螺丝都锁紧 然后这旁边过滤器旁边有一个气管 设备出来的气管 我们把它这个连接上 连接到过滤器的出气口 出气口已经连接好 然后我们那个Fy8的气管 现在可以连接 我们这边Fy8的气管 另一头是一个快速接头 如果我们的空压机 不是用的快速接头的话 我们可以用刀片把它剪断 先连接到气管的过滤器的进气口 好 这边已经连好 另外一头连接到空压机 因为我们是快速接头 安装是比较方便的 已经连接好 然后打开这个空压机的开关 现在我们气已经通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现在过滤器的一个状态 现在是没有压力的 因为我们旁边还有一个气盐开关 往右边推一下 现在压力到0.4到0.6中间 大概是0.5 如果压力不正确的话 我们可以调节上面这个压力调节阀 把它调到5公斤 调完以后把它锁定 这样我们整机的电器就已经装好了 然后机器的状态是压头是已经抬上来的 然后电我们一会儿再打开电源 再做其他测试 EN-580的电器接完以后 我们可以做一下设备的整体的功能介绍 各个开关的功能介绍 首先我们打开电源开关 电源开关启动以后 我们等待触摸屏的启动 跟我们的显示器的启动 好 现在机器已经启动完成 我们介绍一下各部分的功能 14寸的液晶显示器 是我们在对位的时候用的一个图像系统 触摸屏设置我们的设备的整体控制跟参数设置 旁边这个是温度控制器 控制压头的温度 加热开关 控制压头加热是否关闭 这个是压力速显表 是压头下降的压力控制 显示 下面这个是压力调节阀 是压头的压力调节控制 再下来是我们的照明 我们的背景观言的照明 旁边是宏观指示 宏观指示是给我们确定 压头的位置用的 这个可以关闭跟打开 这个是压头的上下控制 手动模式的时候上下控制 旁边这个是底光亮度调节 在底光手动模式下我们可以调节底光的亮度 是能看得到吗 然后在前面四个按钮 最左边这个是LCD的平台真空按钮 是我们放玻璃的平台真空按钮 开启跟关闭 第二个是Coff平台真空按钮 开启和关闭 这个是紧急停止 紧急停止 会出现在触摸屏上面会出现紧急停止报警 我们需要顺时针复位 就可以把它关闭 最右边这个是启动按钮 当我们所有工作都已经准备好以后 我们按启动 真空打开 第二个真空打开 按启动 压头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然后我们触摸屏上面设置的时间 它会按照我们设置的时间 14秒做斑定 当14秒结束 压头会自动往上抬起 下面这一部分是我们的视频分割器 视频分割器主要是处理我们图像上面显示的 上面两个镜头跟下面两个镜头的图像切换 以及放大 一会我们会有更详细的视频 介绍视频分割器的使用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EN-580视频分割器 对我们图像的一个设置 我们的视频分割器 专在设备的右底部 我们主要使用的是两个功能键 从右边往左边数 第二个跟第三个这两个功能键 第二个是我们视频的下镜头跟上镜头的切换 第三个是我们的图像的放大倍数的 放大跟缩小的功能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我们现在使用第二个上下镜头的切换 我们现在用的是CAMO 1跟CAMO 2 显示的是下镜头的图像 按第二个按钮 现在显示的是上镜头的图像 上镜头我们现在图像的 是照的是触摸的一个排线位置 我们也可以切换到下镜头 现在是1跟2是我们的下镜头位置 我们再使用第三个按钮 测试它的放大跟缩小 第三个按钮按完以后 它的图像倍数会放大一倍 所以现在看起来图像会大很多 比那个倍数要大了一倍 再切换一次 它就会返回到原来的放大倍数 同样我们可以看触摸位置 先切换到触摸位置 上镜头 天口3跟天口4 上镜头的图像 然后按第三个进行放大 跟缩小 我们现在介绍一下触摸屏参数里面 显示上面我们的各参数代表的意义 以及怎么去设置 第一个热压时间 我们出场设置是14秒 正常我们可以 可以设到12秒到16秒 我们设置参数的时候 点一下14 设置12 Enter 这样就已经时间设置好了 底膜温度 我们出场设置是40 也可以根据你的需要 最高设到100度 第三个是走带频率 走带频率是1赫兹 1赫兹代表的意思是 当我们刀头压一次的时候 走带会自动 如果我们设置成2 就表示我们压头压两次 它这个走带 才会走一次 这是走带频率 走带长度 我们看一下走带这边 这是走带 我们走带长度 现在设置的是64毫米 也就是说 我们设置频率是1的时候 它压一次 压完以后 它走带会自动走64毫米 这是我们的走带长度 我们也可以在触摸屏上面 还有一个手动的走带 手动走带 如果我们在调试过程中 需要手动的话 也可以直接点触摸屏 上面有一个 底光 LED底光的自动 跟手动的切换 现在是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的情况下 我们灯光是可以打开 跟关闭的 它是可以一直在打开 或者关闭状态 如果我们把灯光调亮以后 把底光调到自动模式 这个时候我们底光是不亮的 只有当我们的压头下来的时候 它底光才会自动打开 这样子的话 是便于我们在帮定的过程中 可以在显示最好的效果 不管是在黑色的画面 或者是在白色画面 它都能看到很清晰的效果 就把底光打到自动模式 这么平安 EN-580的镜头跟图像调节 这是一个LED的CORF屏幕 我们先把它放到LCD平台上 在我们平台上 实音条有做了两个标示 这表示是我们实音条的位置 我们把玻璃先放到中间 然后让我们的显示屏 能显示到玻璃的图像 这是玻璃的边缘 我们要看到玻璃边缘这个位置 这是玻璃的边缘 然后按LCD平台封锋 吸附固定 先把玻璃先固定好 因为现在我们图像是不对的 我们还需要调节镜头支架 镜头支架 在我们的机器的左侧边位置 有两个弦流 这两个弦流是调节镜头的左右 左右位置的 我们现在可以调节出来 我们观察图像 在我们左右调节的时候 右镜头已经出来了图像 这个就是我们压排的时候 需要对位的位置 左边还没有 我们左边也要把它调出来 大家注意啊 这个经常会误导大家 COF结构的屏幕线路都是比较细的 COG结构的屏幕线路会比较粗 我们可以拉开来看一下 比较一下 找到斜的这个线路 就是COF的结构 COF的要对位的线路 现在已经调出来了 图像已经调出来了 但是我们的玻璃 放置在LCD平台上的位置 未必是准确的 我们需要做另外一个测试 把LCD平台真功关掉 玻璃瓦开 然后把我们的走袋 不要让它盖在刀头下面 调节我们的压头上下开关 把压头放下来 大家很清楚地看到 我们压头位置是在这条线上的 这就是我们压头的位置了 我们上面也做了一根线 如果是说不在的话 我们可以调节镜头底部的前后弦流 镜头底部的前后弦流 这个弦流 调完以后 一定要务必使这个图像 是要跟这条线 是一条线的 在这条线重合 这样子就表示 我们的压头就压到这个位置了 就不会变 我们放LCD的时候 也要把图像要压接的位置 放到这条线为准 现在底光是在自动状态下 我们的LCD的底光 LED底光是已经打开的 如果是LED在关闭的状态下 我们是看不见的 所以LED的这个底光一定要打开 我们才能看清楚这个刀头的位置 然后压头把它抬上去 压头抬上去以后 再次把我们的LCD放在上面 现在放到这个位置 我们用吸附固定 吸附固定好 这样子看的话 我们的刀头位置 是以这条线重合 那如果我们玻璃也放在这个位置的话 到时压头就会压接到这个位置 这就是很准确的一个位置了 这就是我们玻璃放的位置 跟我们镜头调节的整个流程 大家可以多观看一次 把握里面的一些小细节 然后就不会说再出现其他问题 对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